大家好,今天我要拍這段影片 是做什麼的呢? 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在Walkman內 設定一個Playlist 以前我們有MediaGo 去幫這部機設定 但現在到了這一代 NX-300 這樣呢? 它有幾個方法 可以讓你設定的 究竟有什麼呢?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看看 那大家首先看到這部機器 有時候你按這個 右下角這個位置 是不是看到會有Add to Playlist 但是呢 其實呢 是不可以 直接 Add to 因為呢 你本身裡面沒有Playlist的話 就不可以直接 去用這個功能 那怎樣也要先開 用這個Music Center for PC 首先就是 又是要插直線進去 然後 就要用這個USB Mask Storage 這個模式 好 然後呢 就轉一轉 鏡頭去電腦那邊 那邊 好 那首先呢 就是要先打開 這個Music Center for PC 先打開 這樣就打開了 然後 你會看到右邊 音樂下面的一行 叫做Playlist 那我現在就一個都沒有 那你要按 這個 CREATE 然後呢 你就可以 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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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音樂放進去 那樣 那這些 沒有什麼特別 那 就一次過 把音樂放進去 那 你可以改名 當你把音樂放進去的時候 那這個 改名 呢 然後呢 它就會在一個Playlist 裡面 看看 那 一邊 一邊搞 那當然 由於這個時間關係 我就不放回我平時廳 不放進去 那 那 然後呢 試試 如何把它 這樣按 這裡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 日本音樂 的 Playlist 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 某一個Playlist 的歌 放進去 另一個Playlist 那這裡 嗯 A 去錯方向 那 這個Playlist 呢 就是我剛才進入的歌 那 現在呢 就是回到Playlist 那裡 然後呢 看一看 如何把它轉過去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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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按 它的名字 然後 這樣 扔過去 因為 本身我的歌曲 就在 那 那 我猜它 其實 是不是 傳輸了Playlist 呢 看看 先 它就 拌完啦 那我看看 它是否有一個Playlist 對啦 不行啦 那Playlist 就在這裡了 對了 那我再看看 那些歌 有沒有重複到 先 看看 著 著 一 那 看著 著 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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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看 拿到這支電腦 讓我看看 它沒有重複到 所以放心 因為它本身的程式很聰明 你重複到歌曲,其實它不會重複到一次 這個Playlist 就在裡面 這樣 現在又轉一轉去 那部網民道線 我們去到最 好,我們就去到這個版面 這樣呢 你去Playlist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 你看 你有歌的裡面 然後呢 先加9的加10 但問題就好像出來了 因為我Playlist本身是有 千多首歌的 但它回到我這部機器的時候 只剩999個 那我就不知道 它有些歌曲會去到哪裏 不過不要緊 我試一下再把另外的歌曲 再加上去 因為我還沒有進去 Let's playlist 先看看 先看看 對了 它就說是LIMITED REACH 的 對了 那即是每一個Playlist 最多放999個歌 但反而以前MediaGo 呢 以前MediaGo 呢 你看 去到1900 2000個都沒有問題 對了 那這個 可能 可能要再給我一點時間 再研究看看 怎樣 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可能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可能 真的要開兩個Playlist 那我開了Playlist 出來做什麼呢 好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裏 那有什麼新的進展 我就會再拍片 跟大家說回來 好了 記住 Follow 還有Subscribe 這個 Alex Production 我是SW 謝謝大家 拜拜